而夏天呢 也刚好是西瓜的季节 彰化现有一所高折学生发挥了创意跟巧思 把西瓜变成了甜点和冷盘 还在农委会所举办的西瓜节创意料理比赛中 大放异彩 获得全国校园组的第一名 刚加入蛋挤的面粉放入热锅中 锅子转一下 取出半熟的饼皮 接着利用模子卷成甜筒形状 加入奶油 放上造型西瓜 最后用薄荷叶点缀 漂亮的西瓜甜筒就完成了 以前的圣袋比较甜 它是单一个口味 这种吃起来很想让人家一口接一口 负责看似简单 不过实际操作却有困难度存在 它的难度就是在于它的饼皮 它的饼皮经过我们一直练习 终于找到它的黄金比例 白色的盘子里摆着精致的海鲜卷 是由套丁搭配西瓜 葡萄干跟寒天 做成的冷盘 同时会有想要同时吃到西瓜鸡 拥抱海洋的感觉 两道西瓜料理不仅创新 还见具美味跟外观 在炎炎夏日里 吃起来很清爽 熟气全消 难怪两位参加农委会举办的西瓜料理比赛 学生获得校园组冠军 明星新闻 庞志龙 江河报道